哈巴古书第二章 我要站在绍缸 立在城楼 留心看耶和华在我里面说什么 怎样使我答复自己的怨诉 耶和华回答我说 把异象写下 记在泥板上 使读的人容易明白 因着异象关乎一定的日期 很快就要实现 绝不突然 纵有迟言 仍当等候 因为他一定会来到 绝不耽误 迦勒底人自高自大 心不正直 然而一人必因信得生 财富是奸诈狂傲 不得安宁 扩张欲望 如同阴间 又像死亡 永不满足 他们招聚万国 集合万民 都归自己 这些国民 岂不都用辟语 讽刺 暗语指着他们说 那些烂得他人财物 满载别人抵押品的 有货了 他们这样 要到几时呢 你的债主 岂不忽然起来 扰乱你的 岂不醒起 你就成了他们的卤物 以你抢掠多国 杀人流血 向全地各城 施行暴力 所以剩下的人 也必抢掠你 你这为自己的家 积聚不义之财 在高处搭窝 以逃避灾害的 有货了 你剪除多国的民 犯害了自己 你所谋算的 使你的家蒙修 石头 必从墙里呼叫 梁木 必在树中应生 你这用人血 做成 凭邪恶 利阵的 有货了 众民 老路得来的 被货焚烧 列国 辛劳而得的 终归无有 这不都出于 万君之 耶和华吗 认识 耶和华之 荣耀的知识 必充满全地 好像种水 遮盖海洋一样 你这请林社喝酒 却把毒物混入 使他醉倒 我要见他赤裸的 有货了 你满有羞辱 没有尊荣 你也喝到 露出下体来吧 耶和华右手的杯 必传回来给你 使极大的羞辱 取代你的尊荣 因你向黎巴嫩 使用暴力 杀灭惊吓野兽 有杀人流血 向全地各城居民 施行暴力 就必受到报应 雕刻的像 有什么用处呢 不过是匠人 雕刻出来的 铸造的像 虚假的教师 有什么用处呢 匠人竟倚靠 自己所做 那不能说话的假神 你这对木头说 起来 对雅石说 醒吧的人 诱惑了 他怎能教导你呢 看呐 他包金香银 里面却全无气息 然而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全地 当在他面前 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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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静